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手指的这个指节 如果小指的最上面这个指节比下面的两节都要长的话 说明表达能力非常强,善于沟通和交集 特别会说话,跟异性交往的时候也时常是善于用甜言蜜语来哄对方开心 对异性也有很强的吸引力 所以说头脑也是非常的聪明,反应很快,有着很强的观察力 现实当中有很多这种人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中间这个指节最长 那么小指如果是中间这个指节比上下两个指节要长的话 特别会细心体贴照顾人,脾气温和待人和善 而且呢,这个特别是对于情人来讲是特别很好相处,人缘非常好 别人都愿意跟他们相处,做朋友 遇到困难呢,身边一些这个朋友啊,帮助啊,需要帮助的时候啊 他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这个个人的事业人缘还是不错的 那么如果是手指根部这个指节啊,就这个这个指节最长 那么这种人大多数性格比较开朗,活泼,活泼,而且呢,好动啊 有些事情呢,他会做的,在这个场面上做的非常让人满意啊 大家都觉得他这个他作为领导或者是以他为中心做事 这个作为一个团队来讲是会更好一些啊,这个是一种 但是呢,容易经不起外界的诱惑啊,容易犯错 嘴巴呢,特别是能言善变,喜欢强词夺理,从来不正视自己的错误 习惯把责任推给别人啊,这种人呢,是容易有这么一个毛病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第一指节最短 第一指节就是说,这个第一指节长,在三个指节当中最短 这种人的性格是比较内敛的 就是说,跟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第一指节,下面这个指节最长是相反的啊 这个一个是一个是最强,一个是最一个是最长,一个是最短 性格完全是相反 好了,有关这个首相的一些内容呢 我们简单的就介绍到这里啊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请关注啊 这个注意,最后讲的这个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情况 一个是最长啊,最长 那么最长的情况就是善于交际 容易成为这个一个团队的领导者 缺点呢,就容易犯错误啊 容易这个,这个,嘴上不饶人 比较强势啊 那么还有就是相反的情况呢 就是,它这个,这个,最下面这个指节最短啊 就是相反的情况 就比较内敛沉稳 好了,有关这个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上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请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